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波兜全世界》 我是鄭鴻怡 嘿 和你最会来开讲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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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鄭鴻怡 欢迎收听今天的《波兜全世界》 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非常受大家欢迎的来宾 他是民进党这次总统副总统大选 的竞选总部的主委 主任委员 他是姚立敏 姚老师 姚老师 侯爷 大家好 这个跟大家报告 我们是1月1号录影 这个跟姚老师先请教一下 你看那天三个人的辩论 你怎么看那个表现 如果真的要讲辩论的话 我觉得实在是 第一个先讲猴吧 我觉得国政对他来讲真的蛮残忍的 因为你不觉得他在讲国政的时候 都有一点 残忍 对啊 都有一点 太吃力 太勉强 我现在都不提他的房子了 什么这些什么 而是讲说整个的这个大方向 经济居住政策 他在提那些东西的时候 他完全不熟 而且那个背后的原理原则 他几乎几乎都没有 换句话说他他都都是就是就是像他在市政府的市政报告一样的就是一些一些表面的东西 嗯 那至于说那个科的 等一下我猜猴啊 侯友宜这个事情 嗯 真正辩论下去就逃不掉了 就跑掉了吗 这个他我我我真的比较好奇 因为事实上他从年初去年年初嘛 嗯 现在一月了 从去年去年年初开始他大概大家都锁定他是候选人 嗯嗯嗯 一年的时间 让他准备 对 他其实可以像赖清德一样的赖清德他参与中央很久了 嗯嗯他做过立委嘛 对 他也做过行政院长 副总统 他还做副总统 那么长期 你看他准备多久 嗯嗯 他八个月时间 八个月 我再讲一遍 八个月两百多天啊 嗯嗯 认认真真的三大智库 嗯嗯 专门找一个地方 对 把现在的政策 嗯 全部先要搞熟 十几二十个主要项目说外交国防经济财政 嗯嗯 这样算不完嘛 交通啊一路这样下来 嗯 然后现在的政策 然后还有什么大问题 所以你看他那个叫做希望工程 嗯 他开头一定讲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事情解一都解决 就好像你今天扫完地很干净拖完地了 他又有沾了灰或者这个房子的关系怎么如何如何他又有一些那我还要再处理他就说就好像谈经济问题好了 嗯 那如果是股票也蛮好的 然后经济成长也不错 国际排名也提高了 嗯 那可是为什么那个有一部分人的薪资虽然也拉了六次薪资 嗯啊 可是还是不够那个 呃 通货膨胀的那个那个比例 换句话说我们白发文讲叫做 显然还有一批人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的红利 嗯嗯啊 不管台积电多棒不管这个他没有享受到那个红利 对那这就是问题吧 嗯嗯啊经济发展必须说这八年 无论如何比马云九要漂亮吗 这个数字漂亮太多了 漂亮太多吗 这个数字很棒吗 那可是就是还是有问题吧 对好 所以先把现状现在的施政 然后还有的问题 然后我们还可以怎么样来做 特别针对这群人 不管是从社会福利的角度 不管从他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住房啊 这个薪资啊或者这些问题 这个就是他从他找许多多的学者专家 在一个专门的地方郑立军着急嘛 然后各个所有跟政策有关的行政人员 学者专家这些都参与 扎扎实实搞六个月到八个月也可以这样讲 他是已经很熟的人 他还要这样搞 对 可是我不晓得猴怎么做的 我真不晓得 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去了解居住正义 怎么什么时候去了解年轻人面临的薪资问题 那或者他什么时候去了解 现在的国防外交啊 真正的大题目 那两岸这种他 他几乎都没有他几乎没有政治的 比较政治的是属于我刚刚讲两岸外交 比较财经的比较社会的啊 比较环境的能源的那个专业 那个还蛮专业的 没那么简单的 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个专业的 这个东西 你听他那个证监会的那个论述 就知道确实是不行 可不可以用一个字叫空 哎呀可以了 当然可以这样子 所以我就用残忍了 这对他来讲蛮吃力的了 所以他其实你想想看哦 去年的四五月份 他的民调还好过赖过 哦 还好过来 去年的四五月的时候 去年就是现在二零二四 我想二零二三啊 就是他被提名前的那段时间 升市增高 他还还有那么一次两次 有些做民调的人 还把他拉到比赖高 可是他从五月被提名六七 打打打打打就下来 为什么 嗯 被年轻人都看破了 都正大 哦那个好惨 哈哈 那个就看出来了 那个就没看出 你讲空吗 对 那个他如果有准备 对 怎么可能年轻人的问题他都 都回应不了呢 那个年轻人问题可以预测的嘛 嗯 大意 大意了嘛 而且 我也不晓得用什么形容 就是说面对总统选举 嗯嗯 其实那是一个很好表现的机会 对呀 你打得好年轻人就回了 对呀 可是他现在 他现在最差就是年轻人 对 对吧 年轻人在科那边 或者赖这边 就不在他那里了 对 所以这个很太奇怪了 嗯 我不能我无法解释 后来他就不敢再去 你知道吗 对呀我知道他现在 他就避免好几个 因为他死在临场 嗯 那后来我知道 嗯 好像金捕冲到任以后 大概 我记得七月份到任吗 还是怎么样 我听说 哦 那他有恶补 嗯 可是究竟这东西 时间有限吗 他要开始跑行程了 他要请假了 他哪有说两个月可以恶补完 这种事啊 这种事可以恶补 但是讲实在话 你用恶补来的 你就是没有自信敢讲 对 真的了 对了 不扎死 你想想看我认得你 这个二三十年 你当时年轻做记者 你对财经 嗯 就就是就是做专业 对对对 你一直到现在 你想想看 如果真的要懂财经问题 嗯 可以 可以两个礼拜就 哈哈哈 就可以 随便跟人家讲 所以他要懂得不只财经 就所以咯 那个只是 大概二十分之一吗 他就在所有的这些项目里面 对 所以 对侯来讲吃力了 嗯 我刚特别用吃力了 看他两岸全部都用中央民国鲜花 所以 那个根本就 对呀 那个那个 那个当然就是 那个那个达人就 那个也是属于 政治的基本题 对 嗯 政治的 就是说基本的 那个这个问题 应该是连大学政治系一年 没有错 而且我告诉你 他本来的优势 他为什么可以 曾经理性过来 对 是因为当时的民调 我特别注意 他还可以拿 10% 12%的绿票 哦对对对 你看他全部全能讲台语 对呀 嗯 他可以拿到 嗯 然后全部国民党都认为是全党唯一可以拿绿票的 嗯嗯嗯嗯 所以就就提他嘛 对对对对 有阿扁的官 对啊 有阿扁的官 他他又又是本地的嘛 对对 国民党一直都是对不对 对对 那哦 所以他对于和四 九二共识 韩国瑜当时 嗯 他完全没 他保持距离嘛 对对对对 过去他他哪里有一次江九二共识啊 嗯嗯 没有 从来没有过 居然 嗯 为了因为民调下去 对 开始讲九二共识 这次辩论 拿九二共识去辩论 你想想看 如果一个 对两岸关系 他为什么要要拒绝 他因为小的主流名誉 不在这里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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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如果不知道主流名誉 不在这里 他为什么一直删夺这个题目呢 嗯嗯嗯嗯嗯嗯 可是现在被绑架了 嗯嗯嗯嗯 被绑架了 被深蓝绑架了 被深蓝绑架了 赵奥康啊 他们马英九 对啊很简单嘛 金服冲来也好 这马英九体系也好 今天任何一个人回来 你看后来全部的人都回来了 的确把蓝赢的都巩固 因为原来那个蓝赢的有一部分跑科了 全部的人回来了 包括郭的 包括王的 嗯嗯嗯嗯 包括所有的 战斗蓝的 赵的 所有的人都回来了 归队了 这个没问题 他蓝的 可他一票绿票没有嘛 就表示他 那你那你提他跟提 韩 没有差了 是是是 蓝就是全部蓝军集合 可是拿不到中间票 拿不到绿票 嗯 所以那天我看賴清德说 你就是走回去上一个时代的路 没有错嘛 你的核能政策 对啊 你的胡茂政策 没有错吧 你的九二共四 全部回去了嘛 全部回到老路 那选个马英九就好了 没有错 回到老路 那你就回去拿老的 国民党基本盘 嗯 那国民党基本盘能当选 他是如果国民党基本盘 是台湾的主流民意 嗯 是能够拿年轻人 新的所谓的天然台的票 嗯 那那你当然可以 可以这样走啊 可是拍谁 嗯 现在台湾不是这个样子 对 这个你无论如何 我讲了不晓得多少次了 那一个如果 如果蓝绿 是三十三十的这样分好了 嗯 那再扣掉十几趴永远不会投的 嗯 那还有将近三十二十五 是中间的 嗯 那个 那个 韩就 几乎只拿了十趴都没有的 那个 这个人的 蔡拿了八十几 嗯 所以蔡赢了国民党 三百万的 这个教训他们还没 还不知道吗 高雄 韩国瑜那次选举 就是靠着这群人 灌给他 对对对对 对不对 没有中间选民 灌给他 国民党怎么在高雄赢了 对当然 对不对 结果他居然去选总统 这群人气到冒烟 比绿营气的还冒烟 全部出来罢免他 陈其迈 陈其迈 才拿七十几万票 嗯 加二三十万的 二十几万的冠军 九十几万票 比他拿了八几万 还多十几万 把他罢掉 嗯 很清楚嘛 就是那个 不是陈其迈的票 也去罢免他了 没有错嘛 这么清楚二十万票 移动来移动去 国民党居然 居然没看见 逼得他回到深蓝路线 这不是 这不是自己找麻烦吗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姚立明老师 也是赖清德这一次竞选总部的 这个主任委员 那如果说侯友宜选上总统 你觉得他会是谁在执政 那他他他他当然就是 还是国民党的老老干部嘛 全部都是 那个去 赵赵康 去两岸的 就是现在带领团去 去中国访问 接受招待 对对对对对 夏丽颜 夏丽颜 那这个这个都是 外国国防满酒的体系的人 书齐 对呀 这批人一定会主导这个政策嘛 那你还会还对不对 还会还会有谁 赵朝康都已经做副总统 赵朝康那个人马 那群嗯 深蓝的 战斗蓝的 对不对 所以这点应该很清楚 嗯 如果他真的 主大位 嗯 我都不能想象 嗯 那个老公要乐到什么程度 哈哈哈哈 这个家伙根本没有实力 一乐他就怕到 因为不然他何必推到深蓝路线 对呀 他就说 就说他他他他 他没有大局思考 嗯我刚分的叫分析的叫大局思考 嗯如果他有大局思考他不会被逼 嗯逼到那边是智商嗯嗯嗯 他没有大局思考他又没有这个自己的人才治国人才嗯嗯嗯他只有那个行政机关出来的这些市府的这些人啊就是他这十十几年来一直帮他忙的这些那呃他他警务体系他干了二三十年那个没有办法在国政上帮他忙嘛 他的大一包括我看到他在讲核能政策嗯他连核废料要怎么处理他都不敢交代他都没有想过嘛 因为他他知道不能处理嗯他先不要不能处理你怎么回物核能政策 我跟你说他连他本来可以躲到一个地方去你就算了嗯嗯嗯我只是不想讲也有所谓的新世代的核能 你懂我意思吧 新我们叫新世代白化文嘛 他连那个都没搞清楚啊 我那一次跟两个小型核能化电机那种核能核荣不是核分裂 我跟两个一个台大教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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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大教授 我两个在那谈这个问题 那个时候就在谈如果赖清德谈到民进党的这个非核家园 然后这一部分怎么怎么思考等等等等的 连我们就说已经十年八年在推翻非核家园 2025要把绿能搞到一个什么程度的人都还去回头去思考一个我们不要的概念 就是要搞清楚嘛 你不能说我们不要了 然后人家现有新的东西 对不对 他还搞清楚了 那你看看他这个要恢复核能的人居然不去讲 这就是核荣核是这样核荣核是美国实验以后发现太贵了 现在没有市场了 现在没有市场了 就好像你今天最早期最早期很早前就有电动发动电动车的概念嘛 十几二十年前大概就有了嘛 可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市场规格 对不对 要不然就是续航力太短 要不然就是对不对电池的发展没到那个地步嘛 非常多原因嘛 这他有个段很长的时间嘛 那个到时候再说嘛 现在当然还是你说这次呃 强调的绿能 是是是对不对 强调绿能反碳 对不对 对不对 就这两个 他这个强调这个绿能反碳 绿能要达到多少% 对不对 碳要减到多少% 那这个当然 赖清德在他没有开完会我们的在他所开的政力军主持的那个政策会里面早就已经把这个当目标了 是是是就是要要符合世界潮流 对对对 这个就是所谓的准备 哎 做一个国家领导人 方方面面都要思考 这个我倒讲一下就说 其实啊 这个美国之所以支持啊 核能政策啊 在啊 延到第几年啊 最主要是美国有办法处理核废料 因为他实在是土地太大了啦 台湾是 大家谈到核废料都大家都不要 对呀 中午而已就算了嘛 那个也太大了 找一个沙漠地方 什么西藏啊 什么新疆啊 太多地方可以走了嘛 好 所以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啊 这个啊 姚立明姚老师啊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 来先休息一下 好啊 欢迎继续收听 波动转世界 我是郑鸿怡 啊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姚立明老师啊 这个赖清德竞选总部的啊 主任委员 那刚刚谈到侯友谊啊 就是说从辩论来看到这个人 他其实是啊 姚老师说要检验 他是还蛮残忍的 就是空啦 那么也不晓得 为什么他准备那么久 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另外就是 柯文哲呢 这太是他的老问题嘛 会讲标题 话术很好 会讲原则 可是完全没有做法 你从听他一遍呢 完全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做法 对 而且都会讲别人 他自己一次不做 我随便讲一个最有趣的 他一直在讲 新文化 要建立一个 做错了就要认错改正的政治文化 对 全台湾最不会认错改正就他 你不觉得吗 他犯多少错啊 对不对 他有认过一次错吗 他连那个土地都可以凹 那个你就认错吧 对不对 对不对 我当时是有赚钱的念头 或者当时爸爸跟我商量的时候 我在想说让他们处理 也很好啊 对不对 你有各种讲法 标题 原则 可是吸引年轻人 因为那个不画漂亮 画漂亮 他很会玩逻辑上的 对对对不对 然后 是是而非的 可是为什么年长的人 个位数 60岁以上 我可以讲55岁 60岁以上 60岁以上的 因为我们现在是老人化社会 就是60岁以上的比例非常大 而且比例会越来越大 要达到二十几 二十五了都快 那 那他 各位说 他 他几乎有一个世代的人 把他排斥了 嗯 为什么 认识出来了 看穿了 对对 你这个年龄 我这个年龄 不会再被他那个 对对对对 不会了 因为 因为 因为我们经历过 也认识过 类似的人类 嗯 这种人嘛 嗯 讲话讲得漂亮不得了 我们一听 嗯 我们就会 就会回应几个问题 然后他们再讲 就知道 这这个 对 我的感觉 我不晓得姚老师 会不会这样感觉 就是用 用台湾话讲 我觉得他在辩论的时候 台湾人说 很笑的 哦 很笑的啊 这个能翻成国瑜吗 这个我 我是 我听过 我听过 就是那种 其实用骗子不好了 太凶了 哦 就是那种 吹雷 吹 吹 吹牛了 就觉得好 口语好 就台语有很多很传神 一个字 两个字可以代表很多种意思 然后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他 你从他的表现 神情 那个肢体语言 还有口语 我觉得有仇恨 对了 对了 不晓得你有没有感受 对啊 对啊 他就是那种 而且是对民进党的仇恨 或者是 因为自命不凡 对 没有被欣赏的仇恨 嗯 你晓不晓得 那个时候没有被 今天 呃 男女之间也会 那个 我见过类似这种的 是因为 那种非常自命不凡 他喜欢一个女生 居然被拒绝的那种恨 哈哈哈哈 要了解 你了解我意思吗 哈哈哈哈 我是被这么多同学都认为最优秀的成绩最好的 哈哈 怎么你会拒绝我 嗯 那你一定是你的问题啊 对对对对 眼光太差嘛 因为我觉得哦 你看到赖清德 他就是不孕不活 你会感受到他就是一个比较有厚度或者是比较温的人 温暖啊 嗯 我我用一个简单的话好不好 对 就是我们在选一个总统 嗯 我们就选一个像总统的人 对对对对对 好不好 这像对不对 就像总统 这个你把他摆在那个地方 对 然后他在辩论的时候 我觉得赖清德有个回应还不错 他就讲说 那个柯文哲讲赖皮疗嘛 对啊对 他就说 我们作为一般圣斗小民 要这样讲 啊 我们只好这个认了 对啊 你是总统候选人啊 不要讲这么不庄重的话 对啊 你可以就政策在辩论 对啊 是 我觉得 同样同样的道理啊 嗯 那个层次口误 对 柯口误过啊 嗯 他也口误过赖清德口误 希望没有个宪法那件事 嗯 可是赖有针对他的口误去讲吗 说穷人要加税 嗯 就就就笑他两下也好啊 对 他没有一句话都没讲 柯薄了 就柯薄嘛 就是说 本性就出来了 就是说 他不是那个高度的人 有高度的人 对 所以你看 为什么大人不会跟小孩计较 你比今天有个小孩子 对 然后呃 是 都打两拳在你腿上 你会真跟他计较吗 要不 对 所以了 你会 小孩子就这样可爱 这样你就摸摸他头 然后不晓得 对不对 对 所以就说 你今天政治上 公共事务上成熟到一个地步 嗯 你对于有些话 嗯 不要像半嘴一样 嗯 半嘴一样的小孩子争论 那个没有意义的嘛 对对对 对于 对于长期观察 比如说现在为什么五六十岁的人 五十六十岁的人 他他三十几年 四十年前 看过威权 嗯 他也看过陈水边 马英九 看过李登辉 他也看过一路上来多少政治人物在选总统 嗯 对 有上台的 有下台的 是 有原来很棒的 后来跌入神坛的太多了嘛 嗯 对不对 林阳刚好不存全部选过总统 嗯 那这一群人看你出来 他不会做个比较吗 嗯 他已经看了四十年了 嗯 那可是 对二三十岁的人 二十年前他还不认得政治吗 嗯 就他 他他根本不晓得什么叫做 呃 国民党执政 对 这样讲好了 对对对 因为他上出来就是民进党 就说民进 国民党最多最多 他可以想象找到的就是马英九 对对 就剩下的就是陈水边 下来就马 蔡英文 中间嘎了个名 马英九 嗯 对他来讲 嗯 没有其他印象 嗯 所以对年轻人来讲 他既不知道那个威权 所以人家说下架 民进党因为执政够久了 那你为什么不下架 国民党执政四五十年 在四十年的台湾了 对不对 这很简单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 所以韩国瑜为什么可以吸引那群年轻人 嗯 那群人 亲人 当韩国瑜说 哎呀 十六年 十七年 够了吧 民进党在高雄 嗯 十六七年嘛 对不对 那换 换人执政 你们可以试试看 做不好 我再下来嘛 年轻人听了进去 对不对 因为 合理 合理嘛 这个就是所谓的那个叫动态平衡 就叫做 钟摆 对不对 动态平衡 他一个执政很久很久 那有一群人 他根本 对于高雄上一次国民党执政 吴敦义也好 那个 点点印象都没有 他不能比较陈局的执政 对 那他觉得这话有道理啊 嗯 他就换换课 是 可是现在立刻换回来 哈哈哈哈 这是你自己犯错 这跟民进党没关 没关 这个自己犯错 所以这群年轻人就反了 同样的道理啊 对不对 我不管课 课只要有一点 有一次 嗯 真的做 他真的是从此以后 对不对 他我 我觉得像他下次还会选 啊 啊 他下次还会选 哦 他下次还会选 二零二八 二零二八还会选 一定会选的啦 哎 那你你怎么看呢 讲到他那个新竹那块农地 他就一直咳咳咳咳了25秒才就结束了 哈哈哈哈 太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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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不是讲吗 他那个哽咽是真的吗 那个当然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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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了 讲这个可以假了 我也不好讲了真真真真真感动想到爸爸啊 他爸爸的确对他对不对他他对他爸妈是很好啊 这里没话讲了 可是可是你块土地你去哽咽啥了啊你哽咽爸爸干什么了说爸爸好意爸爸好意你也不能要啊啊拿拿农地盖你的医院就算他不说要盖医院 对对对对对拿农地去盖医院啊然后你觉得那块地方将来变更了可以变成医院了有多少价值呢 我都我不懂啊 可是我相信你懂啊应该是一倍两倍三倍以上吧对不对 那那那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所以你既然看不开钱你就不要每一次到大学去演讲就说哎呀 我不会贪污 不爱钱 他不是不会贪污我到认了 他自己没有贪污记录嘛他也不别的钱嘛 可是你你不要到处讲好不好说哎呀呃这个人的生命就在他他堂堂去讲生命啊我医生做久了 这个生命看透了吃味不求 海味啊然后怎么样助我也不求那个你显然不是啊你还在累积财富啊 对不对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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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人的人的那个说辞跟他实际的表现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看得看得到看得穿嘛 那个那个我可以被呼隆 可以被呼隆这个一次两次我我我我刚开始不认得到我也我也帮了他忙过嘛 嗯可是我慢慢慢慢的我就不会不会不会这个再支持这种类型的人 那你看气宝会发生 应该不会了不会啊因为那那一群人哎呀今天不讲票数了 我觉得就是现在还差一票就当选了哎应该这样讲才对啊哈哈哈还差一票当选吗 哦可是民调反正现在封关了嘛嗯啊大局就是他大方向大概就这个样子嗯嗯各自的基本盘 所以你说你要小的气宝他们现在有些人去放放假民调你也看到对对对 有个记者八次讲民调嗯我先讲侯科自己内参的民调啊哈哈哈哈 这个差别好大吧内参的两个人的目的显然都是要操作气宝没错嗯那可是我先问一下 既然叫内参干嘛公布呢嗯嗯嗯我的内参民调我私下做的内参民调我从不对外讲啊哈哈哈哈 我连民进党内部我都没有公布你自己做我自己做哦我就跟赖商量啊我自己因为民进党做一个自己内参也不要公布啊他们自己讨论那个策略用的我自己也做嗯嗯那我就给赖商量说我做的是另外一个角度对来对照嗯那个总统支持嗯嗯那应该如何如何OK 这叫内参吗内参是给我们那个做法的参考是接下来策略性的嗯调整对那不是拿来说服自己或说服别人的那没有用的嗯嗯更何况我请问大家大家呃有有学术研究证实公布这种民调可以影响气宝吗 嗯嗯有没有任何一个有没有任何一个有没有任何一个学术单位做过效果然后他可以气宝比如说大家讲最有名的两次气宝啊有的人说一个是两千年的连宋啊说因为连连战连战的假民调说他领先宋所以害的那一个就阻止了气宝啊 就是没有让宋所以当选对那最典型的吧嗯嗯可是有几个人看过当时的那个选后的一些跟研究两千年选举的论文啊啊学术研究啊嗯嗯嗯好像没有嗯不是有有写这种论文可是有证实是因为那个民调上下吗嗯嗯嗯是因为那个民调啊去影响的 是影响了然后宋楚瑜三十万票没当我我认为那个那个废弃的票叫什么废票废票啊废票三十几万还关键一点了那哦对对对投废票因为那次的废票比所有传统废票多几倍嗯嗯嗯对不对这个就很明显了是如果那次废票减少完全不一样的嗯嗯哦所以能够有一点点一趴的两一趴我零点五趴两 他们俩这样可能我没有办法那么精净可是学术研究被认为有七宝作用的嗯嗯嗯 这一个选举没有证实过 那我再讲上一次的选举好了 两上一次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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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说韩韩跟那个蔡英文吧 蔡英文已经领先一大票了 817元来说对不对 那个我们先不要讲投票结果 我们讲说选前民调 蔡已经领先十几趴20趴了 他都已经领先20趴了 民调都显示40几比20几 然后再靠靠近封关的时候都已经 40几都已经算一算 如果除上那个表态率他已经确定50几趴了吗 这边30几 他最多就是拿拿大概48 这个大概48出头的表 都已经大致知道了吗 那请问宋的票为什么有7%啊 宋的票民调一直有8%到18% 甚至1112%都有啊 选前民调还有10 那为什么最后只有5%了 这边都赢成这个样子了 那这边为什么还跑走3、4% 这个就说 我那个子讲是很近的 有没有气宝 这个是讲很远的 有没有气宝 有气宝 那那那你说谁来证实说 现在大家公布假民调了 然后公布内参民调了 然后希望造成什么投票行为效果了 所以我在一个半月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姚立民姚老师 这个赖清德竞选总部的主委 那等一下我们也来关心一下中国 这一次的角色 以及 立法委员选举的这个情况 好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 好欢迎继续收听波动转世界 我是郑鸿怡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姚立民老师 这个赖消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 那刚刚啊这个老师啊 说 侯永宜就是空 就是对他这样检验实在看到那个 辩论实在是残忍 那么对于 这个 柯文哲 应该结论是什么 柯伯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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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会吹嘘的吹 对啊吹 有 有 有什么没有方法 有原则 有原则 有话术 嗯 没有做 没有做法 没有做法 有话术没做 这很好 这切容很好 对对对 好那么 老贡啊 这一次你看他介入了层面 跟深度跟影响怎么样 他清楚了 不能够 明目张胆的 来个飞弹啦 来个 恐吓 这样干 以前这样干过 年轻人不知道 对不对 以前人 讲到话说什么 不要往悬崖边上 对不对 你记不记得啊 悬崖勒马啦 什么这些 都讲过 凶狠的话都讲过 然后 最厉害 飞弹嘛 他知道这个没用 反效果 嗯 你看看这一次那个 叫什么那个乐团 五月天 五月天 对不对 五月天 你这个 呃 你看他否认的有多快 呵呵呵 否认的有多快 他晓得这种事情反效果嘛 对对 所以 那怎么会跑出这种消息来呢 那 这个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嘛 你以为真的是 内销转外销啊 路透社 罗一特是 路透社的记者是什么 是可以 可以是这样 是这样买通的 还怎么样呢 全世界三大通讯 对呀 这个路透社的记者 这个这个路透社的记者 我请教一下他他跑这个 这个中国跟台湾 这个有多久了 他如果介入其中啊 他以后就不用跑 他不必混了嘛 这种事情 连路透社本社他都不会这样 都不容许他这样干 不要 不要讲到自己的reputation 他的名誉 对呀 他如果没有真实的 消息来源 他印证过 因为 要报道 不是说你今天郑胡怡跟我讲 我就写 对不对 他一定要证实 某假某乙 然后他才去写 而且那个是可 可信的 所以 可是 可是当然 这个 那他就做暗地 劳工就做暗地 所以为什么叫他表态 我愿意表 都叫暗地的嘛 就说希望五天天站出来 对不对 表个态 我支持 九二公司也好 我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或者我支持怎么样怎么样 对 和平 老共不会表面 公开叫你做 对 你要自己做 你要自己做就对了 对不对 你说 说因为他们主打 战争与和平嘛 说他只要讲出来说 我们希望 不要再 成两岸的战争 对年轻人也有影响 对不对 这个这个话 只要他 反映说希望你讲的话 那他有没有对台商做了 对不对 他有没有 要台就去去去观光的也好 明义是参访的也好 是招待 对呀 要不要他们做了 就多多久了 对不对 做多少 这个很清楚 所以 所以 他暗地做的绝对不止这些 前两天 破了一个 赌盘 那个赌盘为什么 还有赌盘呢 就是因为那个赌盘有点悬疑 那个赌盘的那个 那个差异 不大 就差异不但不大 对不对 违反常情 违反常情嘛 而且还 等于是平盘 赌猴跟赖 那 可是猴的 那个叫赔率高 大家要赚嘛 他就放钱下去给你赚呢 因为只要赌的人 你能赚你一定会投他 你一定会投他嘛 你 多一万个人 赌他就多一万票 一万票 现在也不少 对对对 对不对 你要造几个厂 大厂你才能搞一万票 金的 是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 这个这个 他介入的方法太多了嘛 现在要台商捐钱 对啊 他就是 都是按的嘛 那个 捐的钱 尾数要 两百块 比方说 我捐 10万0200 然后 证 证明他是 中国 叫你捐 那个 厚厚 你知道吗 我最 我们最近得到一个消息 我就公开讲了 他我们不是财产要登陆吗 然后所有竞选的那个捐献将来都要公布 对对 对不对 候选都要公布 那 萧美清前在花莲选过 很久了 对 花莲有捐款人吧 有 所以 全部登陆了 老公知不知道 知道 全部知道 嗯哼 某家某饮某病某行 捐过 萧美清 全部被拜访过 我靠 吓人啊 那个至少捐的也有几千几万几万人吧 不不捐的 不是个别的企业 企业企业 企业 个别的那个小数字的 一万两万的 他大概 也没 也没有必要去这样子全面做嘛 企业有大额度啊 他都有登陆啊 他就跟你谈了你不能又在我这里赚钱 你又捐 那 很简单 就这句话嘛 你不能够又赚钱又去干这个事 对对对 那这些人会不会有影响 嗯 当然有影响 他会害怕 他就直接了当给你 除非你在中国没有生意 对不对 或者你根本没有网 要买卖也有东西 我要卖东西吗 所以 这种事情多不多 我天哪 嗯 多少次选举才英文没有捐款 财产没有登陆 他手上没有资料 全面性少一圈 是是是是 我这真细啊 做我我我最 我我是前一阵知道了 这个这个 可是现在 没有办法去挡这件事 因为我这件事情没有办法 因为以前没有料到这件事情居然会被他 被他用到 我真的没想到 本来财产公布的意思什么意思 就防贪腐 对对 台湾要政治人物 登陆 捐献跟财产反贪腐 对 就他现在被拿去当 结果被他拿了 统战工具 这一点我未来 我我就在选完 我也得想想 也不能 也不能 不公布财产 可是怎么处理 这玩意 有好问题 是不是好问题 非常好的 那你说 国民党 可能可以收 这么大笔钱 所以 财大是大 财大是大 然后民进党是没人 你越会越来越说 我告诉你 会越来越说 因为个人总是 他已经一会 已经来一圈了 是是 呃 所以 你就可以想象到这个事情 他是 暗地可以做多少工作 这是 有人在做 有人在做 因为我已经 确定知道有这一回事 然后我去证实 因为先有人告诉我 这个information 说他如何如何 那我就去查 我的天哪 1234567 全部都被 提醒 因为 每个候选人 消的也好 赖的也好 总有一些 自己比较 友好的 厂商 或者 企业界 朋友嘛 然后我们稍微了解一下 哇天哪 这个 这个 有些人 其实也不是说 他一定 这个给民进党 而是说他两边都给 他也不想得罪人 可是他就看到你 接给民进党 就不行 他反正就是要告诉你 这块不能动了 了解 对 长期对台湾有影响很深 影响很深 对不对 我讲这一块就够了 他怎么会不做 那 这个又偏偏是我们的制度保障 保障 给他资料 对不对 他拿不到资料 他国民党可以 随便调过去十年的资料全部掉掉出来了 那用你的制度来打你 对呀 那 姚老师怎么看这个 不分区现在大概怎么样 网易川那个那个运动 做的怎么样 有机会 十四名会上 这个可以看到他 跟韩国瑜跟黄国昌对顶 就精彩嘛 不是因为这个人是个满汉 说可以 他不是满汉 他怎么拿满汉 他是台大 土木系 台大土木研究所 台大土木所的博士 对呀 他不是满汉 因为现在很多人 因为他的口条那个样子 好像要到立法院去跟人家 不是 他可以去在法案上 他可以在 这个意识上 完全制衡住那乱来的 假设有韩国 假设韩国瑜有机会做院长 去制衡他 如果有人 这个乱发言 可以去辩驳他 这个是重点在这个地方 这个有希望 这个赵康 去讲说 王益川什么鬼东西啊 他不是鬼东西 赵最好了解一下 我给你讲讲不客气话了 上次那个 黄国昌不是 他说他这辩论对 所以王益川要找他辩论 结果黄国昌不敢吗 赵也是辩论出身的吗 他不是觉得自己口才很棒吗 我觉得赵你真的有本事 你就 跟王益川 变一场 搞一场来 试试看 就立刻办 网路上直播 很简单 吸引年轻人啊 我像你也愿意办 我愿意 他太愿意了 我保证公正 公正公开 公平公开 就让他们两个 笨吗 规则不要 不要像现在总统 你讲你的 我讲我就让他们两个 对不对 可以理来我网的 火力交锋一下 火力交锋一下 你让他们两个变吗 看看专业 看看那个逻辑能力 对不对 所以你你是讲真的就是 就是王益川如果进去就 十四席人 有机会哦 你知道蔡英文那个总统八百多万票 你知道 民进党 不分区在多少票 多少票 五百多万票 将近三百万 两百六七十万 差 差一大截 要分裂投票 所以他们说蔡英文大于民进党就是这个原因 这样讲都OK了 可是 不是这个真正的原因 因为 政党票有一大串 很多人分掉 很多分掉 太多 小党还分掉 连实力都可以分个两趴呀 几趴 对不对 他虽然没有席次 他也可以分的 谁说不能分的 对不对 他就 那个 一加钱 十趴八趴 十几趴呀 分席次的加钱才八十几 没错没错 十几趴多少票 十几趴不就一百多万两百万票了 一趴就三十万票了 对啊 所以你自己想想看嘛 光这个 那更何况 对不对 有的人 认为说 总统给你 对不对 我就 政党可以支持 时代力量 或者激进党啊 表态一下 对表态一下 或者甚至于对不对 分裂一下 我们鼓励小党嘛 所以所以这方面当然 当然这个 我们我把这个也叫分裂投票 那可是我们现在希望巴不得 赖的票 再吹一下 哪一些 吹到 哪一些立委的 席次是可以 是需要大家在加油的 哎 加把劲就过关 我对 我可以讲几个地方啊 这个这个 务必要 拜托大家拼一下 我也不是讲其他地方稳了啊 千万大家不要反面思考啊 可是有几个地方真的 要要加把劲啊 比如说中和 嗯 因为是我现在讲都现任的对我不讲新任的哦 现任的 吴珍 吴珍是原来民进党的那个江永昌不行 江永昌的位置嘛 就是说 我讲现在就是 民进党的席次不能掉掉了 民进党席次如果现有的席次在调 那那总 因为江永昌是现任 现任的总额就就不行了嘛 了解 好吧这个 所以你像这个现任的这个 比如说左英 现任了 对不对他换人了嘛 对不对 刘世芳 刘世芳 南越身体 身体关系嘛 对不对 两个都是因为个人 现在是叫什么 李博弈 李博弈 对不对 李博弈就是 就再拼一下 左英比较比较海军 对对对 然后这次权力 那个韩国瑜也很拼了在那边 王金平各系统王金平是本土啊 对不对 然后那个战斗的都下去那个左英 综合的吴珍 吴珍嘛 然后高雄左英的李博弈 那再来就是南投的那个 南投跟台中的第二选 台中第二选区那个李静宜 李静宜那个林静宜那个 那个对手你也知道是谁吗 那个他已经拼了他 他就组织雄厚啊 对呀那吴珍的对手不组织雄厚吗 这个对手不是钱财 很很多资源的很厉害的 是是那中二也碰到这种状况啊 对不对 选了那么多次 对方是 选不少钱 就说选钱不会变少 这奇怪了 哈哈哈 越选越有钱 他们钱不会 不会少多少还可以这样干呢 啊 现役的一个林静宜 一个吴珍 一个李博弈 大家要加把劲 对啊 在南投那个蔡明轩 蔡卑惠 现任的嘛 蔡卑惠也是补的嘛 对对对 他不选赢了 不过赢不选赢啊 可是赢没有多少 赢2000多票 对呀 那譬如说现在那个嘉义市 我今天是第一次讲这个嘉义市 王美慧 那明理的人嘛 对 那你输了你怎么不认输呢 嗯 而且你你同意 那个又因为用那个维系规则 对呀 去进行初选 结果你输了以后 你又不认账 对呀 就这么回事嘛 对 他还可以拿十几趴了 那个那个 那十几趴丢掉 这怎么搞法吗 这东西到哪去补啊 嗯 对呀 自己有一些人 那那那蹦蹦跳跳 他讨人厌嘛 嗯 对不对 我已经讲了五六个了 对呀 对呀 我就讲那更何况 对不对 全省有不少地方 我再举一个新竹 嗯 哇 那个地方精彩了 你自己 国民党民进党不算 啊 这两个对不对 这个对不对 这个这个一个现任的 对对不对 拿那个时代力量的一位 嗯 嗯 已经第三次了 十几十年在那里了 蹲点 啊 有了 有他的影响力了 对呀 对不对 这个对不对 然后还还出来 有一个 这个这个 柯文哲的妹妹 对妹妹啊 还出来柯文哲的妹妹 你说再差 嗯 最后一个问题啊 看得到 看得出来 选后的立法院长是谁了吗 对 不知道 哈哈 谁说 谁说柯文哲会跟 一定跟韩国瑜合作啊 啊 他现在在挖他们的票了 所以了 他不是他不是自己这样讲吗 谁说我们跟国民党合作 那国民党谁说一定要跟 对不对 这个这个这个现在讲太早 好 好 这个啊 侯老师说啊 部分区看起来比原来乐观 哈哈 抢救王毅川 好 好像真的有搞起来 这个非常谢谢姚老师接受我们访问 我想你也是辛苦了啊 这段时间啊 再撑个两个礼拜吧 好 哈哈 好 好 那我们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啊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谢谢拜拜